哇 这也太美了 这个建筑吧 除了人多没有缺点 这边最贵一晚上是差不多2万磅 恐怖无效应 我觉得超恐怖的 哇 它这个感觉就很棒 哈喽 我穿成这样 大家知道我去哪里吗 今天是我在迪拜的最后一天 然后我要去的是阿比达比 我现在是要去他们家的打清真寺参观 所以那就是老口的严严实实 把桃包也包起来这样 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在阿比达比待一天吧 忍者之路 哇 这也太美了 就现在迪拜的温度大概是30度左右 就超热 尤其是穿这种就是沙粒什么的 就整个人包得超级热 感觉多少来做礼拜是需要一点决心的 太热了 希望里面可以凉快点 最好老外婆 但真的很漂亮 就这个大清真寺 就那种out of nowhere那种感觉 人类艺术的瑰宝 真的美到叹为观止 就是觉得相机都不够用的感觉 这太好看了 这个建筑吧 除了人多 没有缺点 好 刚刚在清真寺里拍了照片 就门口了 然后我才知道清真寺这边是不能比任何手势的 就我刚开始比了叶啊什么就是国际剪刀手嘛 然后现在被保安要求删除 这是不同颜色的石头嵌进去的 我以为是花上去的 这太好看了 还是金光闪闪 这个灯会不会也太好看了一点啊 超震撼 就是从那个走廊这样子走到过来之后 真的是就是breast taking 就是觉得哇Holy Grail 真的太好看了 再有个显示时间的钟 会不会是就是每日礼拜的时间 因为那个穆斯林一天要礼拜很多次 就是根据太阳不同的方位 要朝着太阳的那个正方向做礼拜 我觉得这个轿真的很难呢 我觉得穆斯林轿真的是一个很教条森严的一个轿 这个大清真寺真的是不虚慈禧 好了 那又要回到足真熟土气的事外 这大清真寺真的几度的对称 这居然还有接拨车挺好的 小街坡车还挺可怜的 这小街坡车让我想起来以前那个 Wonder Brothers Studio里面放拍摄地的感觉 好可爱 再见了 我好舍不得你啊 你太漂亮了 我好舍不得你啊 你太漂亮了 啊向下哦 这家Emerant Palace Hotel 5星级酒店 你去看一看住一晚要多少钱 你猜多少钱 5000里面 最便宜的是6500滴 6200滴 然后最贵是 119000 119000是多少钱 所以这边最贵一晚上是差不多2万到 20万人民币自我用 一个晚上 我有20万我干啥不好 那真的就是金币辉煌 这边我都不敢问他们要杯什么咖啡之类的 我觉得都是金字做的 哇 这也太好看了 就很有那个刚才看的那个 清真寺的感觉 就大的圆顶 这是半个月 半个月 所以半个月 对 哇 还没有在乎乎 天哪 所以多少个月 1.5 1.5 大颗大颗 大颗大颗 大颗 大颗 大颗大颗 大颗 大颗 今天吃的是阿拉伯菜 在迪拜这么久 还没有吃过阿拉伯菜 这风景也挺好 这后面就是大海 整个脸都黑掉了 我其实长得跟印度菜很像 有点多好 吃 吃 刚才吃的那饭太困了 吃了 因为就是 我只拍了我吃那些肉啊什么 那里面还有什么烤饼 烤蛋 什么什么 然后 然后,碳水吃太多就容易困了,开始超级困 然后我现在在一个什么,叫Heritage Village 就类似于是描绘古阿拉伯人的那些生活啊,16世纪时期的时候 那其实我这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就是那些简陋的茅草屋啦,可以啦,稍微拍一拍 来都来了,我真的好困 我真的太困了 不得不说这边海岸现在很漂亮的,风景很好 Please drop 小的 我的小吉士 就有个名店 去逛一下名店吧,看一看 我进来了这个名店之后,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恐怖股效应 我就会超恐怖它里面这些男的那个装扮 就是给人感觉很诡异你知道 就可爱,这是阿拉伯传统服饰的展示 但是就觉得让人觉得,哇好吓人啊 就什么会有人叫穿成这样啊 可爱 它掉下来了,就是 应该是这样传的吧,就是把脸给挡住 就很吓人的,它那个整个那个姿势啊什么 然后有些 饰品 它们的皮带嘛就是 没有个解说 以前的女人是要负责做衣服的 其实是吧,真的都没关系啊 而且这些除来还挺就是度假风的 以前还没去想法,跟中国当然差不多 就是它里面好像图层不太一样 但是它挺漂亮的,它皮肤一样 就是那种白族的感觉 风干的肉干啊,我的天 哦 以前这种就是动物的皮 就是用来储存油的 它就等于是储物袋的感觉 哇长这样,再一看我以为是头羊什么的 我今天长这样耶 我今天穿了一个蛇皮肚 哇,它长得很像那阿临绳绳的感觉 你看你青花,应该是中国人过去吧 老是一斗 大水牛,哇,好大一头水牛啊 它是活的呢 哇,好可爱啊 哇,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我还以为是小狗呢 好可爱啊 没有想到还有小羊 超可爱啊,那些小羊好小啊 我家里看以为是一只拉不拉图 那种黑色的 哎,好了,回去了 我真的也太困了,想回去睡觉 好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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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布扎迪的小卢浮宫 东西确实真的跟卢浮宫没有办法比啊 就东西还蛮少的 阿布扎迪的卢浮宫出名的不是里面的展品 是它整个的建筑是 漂浮在海上的一个卢浮宫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可以看那个就是 网红照片的那个地方 我刚去的是个Kids Museum 就是给小孩子看 他让我说你得出去 哇,我找到网红窗顶了 就在外面呢 漂亮啊 他们说这个叫白天的星光 真的是一个很有现代感的建筑 超漂亮 我发现中东的建筑很喜欢对屋顶做文章 就像刚才看的那个大清真寺啊 然后再到我自己很普通的阿联酋馆啊 然后再到你看这样子的那个就是顶的设计 我发现中东很喜欢就是建很漂亮的屋顶 然后包括那个几个Hotel 都非常漂亮 雕花 像这我真的觉得古文明是高等智慧 你看他这个字 长得这么复杂 你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哇,他这个感觉就很棒 我喜欢这种白白的建筑 超好看 反正博物馆真的是我 逛了这么多博物馆里面 我觉得是建筑最好看的博物馆 好看 这里的水啊 然后还有倒影那个穹顶 真的超好看 这个设计师真的是个天才啊 终于13米 看见中国人在油画里面 好意思啊 看这个船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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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终于13的工匠花了很多心血去长菠萝 最后长出了两颗 然后这幅画就是一直挂在那个 玛丽皇后床头的那幅 菠萝的一个画像 因为好不容易种了两颗菠萝 所以就那两颗菠萝吧 这一颗菠萝 这个是讲就是不同的文明都有给去世的人 戴黄金面具一起求就是长生不老 像那个托胆卡蒙那个黄金面具是一个感觉 所以他这边结论就是说 长生不老是人类永恒的希望 这三个是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就是奢侈的代表 就是他们说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都喜欢 把花瓶当作是奢侈的一种代理性 跟现在不一样在包啦 你看看就是有很多花瓶 家里面摆的花瓶 是蛮好看的 那边有溜金的 真的是纯银的吧 不同地区的prior的地方 诶 有关跳舞的也都长得差不多 大家猜这是什么 这是三个不同时期的武器 它叫hand axe 就是类似于小刀吧 这里是讲了不同时期的生殖崇拜 就是以前的那些雕塑 都会把着力点放在 反映性的胸部或男性的下半身 就是代表最fertility的一种生殖崇拜 你全都这么大 啥也没有 但是就是有胸 这玩意儿居然中国出头了 就 它好毕加索呀长的 哇 埃琪的这种版画都是惨性的 这也太生动了吧 这个雕的 突然鼻子没了 真的好可怕 突然可怕 这到底太好了吗 为什么下面整个都平了 这么好看 我舍不得走 这么好看 我舍不得走 关键不过拿树叶折住了 终于过来陆浮宫 还没有过完 没有来得及全部过 其实我很喜欢它那种摆设 是按照主题在摆的 就比方说佛教 然后佛教就按不同的地区 然后时间 不同地区的一些特点什么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原本以为我在里面看不会时间太久 结果 而且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的 但现在 难不及了 我们四季已经催我们三次了 太难过 时间过太快了 我的相机终于回来了 现在是3月17号的1点03 然后我现在在巴林转机 这太循环了 我现在想想整个 整个迪拜之行 就是根本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的开始 我旅行第一天 就把我这个最心爱的相机 掉在了转机的飞机上 然后在最后一天要登机的时候 又因为很多的意外 导致我物鸡 然后被迫留在迪拜 多呆了四天 这整件事情就觉得很玄幻 你知道 具体发生了什么呢 我现在找个位置 跟大家慢慢到来 我现在觉得就是 人在囚图的现实版 现在想起来 整个跟做噩梦一样